大家好,我是Paul 在这期里我们讲一些生活中非常实用的这些个词 比如说打哈欠,掘嘴,脑痒痒,说梦话 这些词怎么拿英语来说 Hi, this is Paul In this video,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everyday English 先从打格开始,也叫打宝格 打宝格叫burp burp 那个医院里面刚生完小孩的时候 小孩几个月之内喝完奶之后一定要打格 这时候就会知道护士他就跟你讲 他就会叫你这个词 他说You have to make the baby burp 再下面一个词是打哈欠 打哈欠是yarn Y-A-R-N 打哈欠 说梦话那是哪个词 英语里面说梦话没有专门的一个单词 他要用一种说法来表达 叫做 talk in one's sleep 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说话 要用这个表达方式来表达 那梦游呢 梦游是不是就是walk in one's sleep 不是 梦游他就有专门一个词了 梦游叫 sleep walk sleep walk 打呼噜呢 打呼噜叫snore snore 把它放在一个句子里呢 就是do I snore when I sleep 在这儿当一个动词讲 铁鸡嘴 这个英语里面呢 怎么表达铁鸡嘴啊 它也有它的表达方式 但是和汉语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 你看我们汉语啊 铁鸡后面和嘴 前面是动词 后面是嘴 它不是这样的 但是表达的意思是 基本上是一个意思 它叫lip smacking lip smacking 看这个了 又把它放在一个句子里呢 就是stop lip smacking 别叭鸡嘴了 或者说avoid lip smacking 避免叭鸡嘴 我看呢 有的这个词典上 把它写成smack lips smack lips呢 是很中文的翻译 就是动词放在前面 嘴唇放在后面 但是英语里呢 没有人会这样说的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也可以指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不要急嘴啊 或者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声音呢 可以这样说 make sound while eating make sound while eating 吸流呢 吸流呢是一个更加具体的 表示喝汤啊 喝东西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 吸流呢 很有意思 英语有这个词 叫slurp he slurped his milk 这就是吸流吸流往里喝牛奶 那样的吸流 小孩左手指头怎么说呀 左手指头叫 lick one's finger lick one's finger lick本身是舔的意思 那我记得有一个 这个是肯德基 还是哪个快选的广告啊 他说linger licking good 就是说他那个 做的东西太好吃了 吃完之后呢 你都要缩了缩了手指头 我们还有平时说的脑痒痒 这个脑痒痒啊 其实中文里有两个意思 一个呢是比如蚊子啊 什么咬你了很痒痒 你脑脑痒痒 是结痒 还有一种脑痒痒啊 是跟别人跟你斗着玩啊 斗你这个脑你嘎吱窝啊 什么脑你这个脖子啊 你觉得很可笑 这种痒痒 先说哈 我们说的第一种 这个哪儿 让虫子咬了的痒痒 那个要用scratch 比如说这样 Don't scratch your face 后面呢其实是我家的 你不用 平时说话都是不用说后半句哈 我只说表示你脑脸的目的是因为 你脸上那个太痒了你难受啊 to relieve itching 这个 itching呢 是我们那个虫子咬了之后那种痒痒 那如果别人跟你开玩笑啊 脑你的嘎吱窝让你痒痒 那是什么痒痒啊 那个叫 ticklish 痒痒的 做形容词 动词呢是tickle tickle you tickle her 就是脑她的痒痒的意思 那么那个身上很痒痒呢 叫 itchy 这个的痒痒 所以这两个中文翻译成痒痒 但是英文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咳嘴 英语怎么说呀 咳嘴表示特别是小孩啊 生气了的时候 把嘴给咳起来了 英文里呢也有这个含义 就是一般小孩啊生气咳嘴 但是英文里的咳嘴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就是咳嘴也是一种性感的表示 这个咳嘴中文是两个词放到一起啊 英文呢就是一个词叫pout she pouted sullenly pout的一个单词就表示咳嘴的意思 sullently呢是闷闷不乐的意思 郁郁不乐的意思 挖鼻孔怎么说 挖鼻孔是 pick one's nose pick one's nose 挖鼻孔 那我们吃完饭剃牙呢 这个剃牙在中文里啊 比如说我们一会儿吃完饭拿牙签剃牙 但是有时候睡觉前呢还拿牙线剃牙 在中文都叫剃牙 但是在英文里的说法是不一样的 与这种牙签或者什么东西剃牙呀 叫pick one's teeth with a toothpick toothpick是牙签的意思 那拿牙线剃牙怎么说呀 牙线剃牙呢就叫floss one's teeth floss就是拿牙线剃牙的意思 floss做名词讲的时候呢 它本身就是牙线的意思 我们在口语里面说 我要小便和我要大便都怎么说呢 我要小便就是 take a pee 是小便 如果大便呢就是 take a poo 大便 take a poo 放屁怎么说呢 放屁是fart fart 当动词讲在这 why do we fart 在这当动词啊用在一个句子里面 大家注意还有一种说法 old fart 是一种非常不尊重的说法 指的是老年人 所以呢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你自己千万不要用 你一个一旦用的话 就会冒犯别人的话 那么如果有时在医院里哈 他们呢说话说的比较婉转一些 他问你有时做完手术了哈 做完手术了之后呢 哎你是不是气是不是通了 其实也就是放屁的意思 但他不会这样说 他说 have you passed gas pass gas 也是另外一种 比较婉转的说法 哎呀 我给你们举这个纸啊 我这脖子都酸了 我还得找一个物理治疗师 下次配合我一起做这个视频 关于更多的怎么学习英文 怎么做人生的自我提升 欢迎到我的网站 westlifecc.com上面去 点一下就进去了 如果你发现我的频道对你有价值的话 还没有订阅呢 欢迎你订阅和朋友分享 然后给我点赞 咱们下次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